民革是由当时在中国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派别共同组建 这些人走到一起明确地高举返奖的旗帜 在当时的中国的时局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的 民盟是成立于考察专政时期 奔走国势 贯助民生 1947年10月和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 始终是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是紧密战队一起紧密合作了 民建作为民权连续经济界的产生党 老一辈先贤都是一些知识人人 他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爱国 是与民主建国势制 也是当时发起祖宁村口而出 一个极本色的名字 应该说明镜的先辈投尊爱国民主运动 主要的方式是创办刊物报表文章 它就是斗士 争点是必 有国有民 也爱国爱民 中共党是中国大陆地区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 中共党先辈是以行动起家 在九十多年发展历程中 形成了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 制和遇事 公益同盟 我们志工党就在华人华侨的基础上成立的 华人华侨离开祖国越远 它越想念祖宫 九三角色的优良传统概括成六个字 爱国 民主 科学 一群科学家为了爱国而追求民主科学 而为了追求民主科学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的理想 台盟是由生活在祖国大陆的 台湾省人士为主的 组成的民主党派 我们也是台湾的一份子 台湾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是我们这个组织 最坚定的一个目标和意志和方向